您晓得士林以前叫什么名字吗 其实它有个非常优美的名字 叫做八之兰 而且它曾经有八个美景 不过现在只剩下两个 其中一个就躲在公园里头 是一个井 而且经过了时代的变迁 这个井还是可以冒出泉水 每到假日就变成了小型的清水公园 玩累了 带大家去尝尝这附近的热炒店 棉原入油锅得炸十分钟 才能呈现金黄色泽 接着重头戏来了 还得把这店家独门秘方紫苏梅汁 炒热后淋在炸鱼上才算完成 而这道山药先板盒 蔬菜汆烫过再入油锅炒 不需太久时间 一道道香气四溢的菜肴 就端上桌咯 酸酸甜甜的 外酥内软很下饭 饿了美味当前比谁筷子冻得快 因为这满桌菜肴 通通都是招牌菜 而这黄澄澄的黄金烟鸡 肉质细嫩 沾上吃又有不同风味 肉很细 然后那外皮会脆脆的 由于有肉又有菜 吃饱饱要去哪呢 就在士林区的天河公园 您可能很难想象这里 有个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 秘密老井 在我身后这个泳泉呢 它其实已经有300年的历史 而到现在呢 它还在持续源源不断的流着 这清凉的泉水 清澈可见的泉水 可见百年老泉被细心呵护着 泉水被引出 重新整治出一条小小溪流 假日就是大小朋友 小型的亲子公园 泉水蓄积的池塘 鱼儿自在悠游 原来在都市暗藏着市外桃源 记者宋一方 于建良台北报道